大家早晨好 我是大海 这几天收了点老物件 让大家看看都收上来啥了 我前面这件就是八十年代的老泥子大衣 这大衣都老厚实了 看看这么厚实 泥子大衣 但是这个大衣是挺沉的 这些要是有客户要 然后就给客户了 这衣服穿的 一会我穿上大家看看是啥样 非常的结实 看这李子 这李子 这李子都老厚了 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出的 这个是新达服装厂 上海建明路2191号 这一瞅这个标签都老啊 那个年代都是这种标签 我把那大衣穿上了 泥子大衣 八十年代的 让大家看看 看这大衣行吗 泥子大衣 我的个头呢 是1米8 1米79 呃我的体重呢 是这样的一百六十斤 第二个东西呢 收成了一盒老象章 这个老象章吧 跟别的 跟我之前收的不一样 我之前收的那个 这些 这些 他写的这个字啥的 毛主器写的这些诗词啥的 是写在这个里面的 这个呢 是写在外面的 但是他写的是这个 草书 我也不认识写的啥哈 大家要是有认识的话 给我留言 到时候我去查试 他写的是什么 呃打开以后 这上面写着 进入毛主器 万寿无疆 这一盒是两层的 这是第一层 这个呢 是第二层 一共就两层 啊 再往下就没有了 两层的 看看这个象征 都是什么样的啊 让大家看看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西铁局 西铁局 西铁局军管会 军管会 就是铁路在这儿 你看中间画个铁路的标志嘛 这个是正面 上面写的革命委员会号 翻过来 呃 这个后面写的是 是五湖吧 还是什么湖啊 五湖地势 革命委员会成立纪念 1968年4月 啊 我明白了 他这个那个地方应该是叫五湖吧 他是个地势 就是变成地纪市了 完了革命委员会成立纪念 1968年4月 这个底下是房子 这个写的是毛主席万岁 底下写的是二级局 革委会 1968年9月23 抓革命 写的抓革命 这个后面写的是 毛主席万岁 湛江地区 管委会生产委员会 1968年 这个章底下带几个宗字 底下写的是毛主席万岁 贵州 贵州遵义军分区 这是部队的章 部队章吧 做的就精致 这个章 这个写的是革命委员会好 完了翻过来 后面写的是 柳州市革委会成立纪念 68年8月 这个底下是一个大红旗 红旗下面写的是为人民服务 好了 后面是毛主席万岁 底下写的是黎阳革委 这个黎阳 大家有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吗 没清楚过 我估计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城市可能也变了最后没听说过黎阳 这让大家看看收拾来的第三个东西 这个呢是老粮票啊 这个粮票呢都是老的 是啥时候的呢 我拉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吧 1978年的 1978年的 这个粮票 你看 大家知道吗 看这个是伐木的拖拉机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属于林区嘛 你看 跟这个拖拉机一样一样一样就伐木都是以林区就为主的 你看 拖拉机 伐木 后面拉了这都是木头 森林里拉出来的 我家乡山上伐木就这样 这个是一十斤的 这个是一十斤的 这个是五十斤的 五十斤的后面应该是一个工厂 对 这个是一十斤的 这我们后半部分没打上 看看是不是拉的木头 我们光那个木头叫圆条 一整根 这个是三十斤的 后面应该是火车 是铁路啊 整体呢 就这个情况 看这个 这一块一块的 这些东西呢 要是有客户要呢 然后就卖客户了 大家都有见过呢吗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然后咱们明天再见